大家好,我是海马课长Alex 看视频前记得加关注一键三联哦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是很多平时课程论文里面 尤其是毕业论文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一篇毕业论文里 文献综述通常都是我们的第二章 而这一章在整个文章里面的占比 能够到25%到30%左右 跟我们第四章Findings and Discussions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对我们写好整篇文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但是很多同学听到文献综述这个概念都有点懵 不知道什么是综述 又不知道哪里去找文献 那咱们今天先从基础上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Literal Review Review我们知道是读的意思 Literal是各种各样的文献 但是通常写在文章里面指的都是 Books还有Journal Articles 也就是我们在数据库里面能找到的 比如说谷歌学术或者是学校图书馆里面找到的这些 期刊文章书籍 因为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比较有学术参考价值的Findings 所以这个文献综述里面用到Findings也叫做Adamic Findings 那Review Literatures Literal Review这两个组合起来呢 其实就是读文献的意思 但是读文献综述并不仅仅是读文献 而是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读文献并且记录下来 那文献综述就相当于一个找答案的过程 为什么找答案呢 给你的研究问题找答案 我们在上次为大家讲解是如何去提出research question的时候 有提到science is about replication 咱们做的研究 我们作为一个学生或者作为一个researcher 做的都是实证研究 empirical study 那可能不同的研究人员 他都会针对同一个话题去从不同的角度 在不同的研究场景里面去研究 所以呢 你提出来这个研究问题 很有可能在之前那段时间里 已经被人反反复复研究过了 所以我们文献综述的目的就是为了去找 以前的人针对我提出研究话题都得出了什么发现 把他们的研究发现整理一下 整合到我的文章里 再为讨论我的数据打一个理论基础 这就是文献综述最主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找文献综述 找资料这个过程 一定要围绕着研究话题来找 也就是看研究话题里面有哪几个关键词 那研究对象是什么 然后把它放到数据库里面 去搜索再去筛选 看以前哪些研究者 他的研究场景 研究对象跟你是差不多的 我们就去综述他们的文章就可以了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简单的聊一下 文献综述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文献综述呢 它一个比较初级的目的 就是像我们老师证明 我们提出的研究问题是researchable的 这个对于写毕业论文的同学来说 尤其是重要的 我们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 第一章里面有一个小section 叫做significance of your research 我们提出的这个研究有什么重要性 但是在introduction那一章 我们都是光靠自己这一张嘴去说 都非常主观的 我觉得我提出的这个研究 可能会填补一些学术空缺 或者是给一些立项观者 带来一些有用的见解 但这都是非常主观的 你怎么能够让老师进一步的相信 你提出来的研究问题 确实是值得研究的呢 所以我们要去综述相关的文献 你看这个研究问题 以前都被人反复研究过 这条路已经被人走过了 所以它很有可能就是走得通的 所以我这个研究就是值得做的 这是文献综述的一个比较初级的目的 证明我们的topic是researchable的 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buil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your discussion 我们都知道 不管你是平时写说明文 这种essie还是说我们写毕业论文 后面都是要讨论 就是要论述自己的观点 你的main idea 你的findings 可能会涉及到验证假设 或者讨论你的assumptions等等 依据什么讨论呢 其实就是要依据我们此前综述的 这些empirical findings 或者是theories 我们在文献综述里面 综述的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后面讨论的理论基础 依据某某的findings it is argued that 只有这样的discussion 才是合心合理 才是有说服力的 我们就可以这样去做一个比喻 做研究吧 做研究就相当是一个收纳的过程 写文献综述就像你在搭一个收纳的架子 而你的discussion那部分 比如说毕业论文的第四章 就是把你整理的这些东西 放到这个收纳架里 塞到一个一个的格子里边 所以文献综述是一个理论框架 我们后面要用自己的一手数据填补它 除了这两个目的之外 文献综述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就是它能够向我们老师展现批判性思维的过程 我们知道critical thinking这个词 听起来非常抽象 实践起来好像也很难 有很多老师在给我们的论文写feedback的时候 都会写到 你写的这个东西太descriptive了 需要be more critical 但是怎么critical 他却没有说 根据我的个人经验 我觉得想要达到critical thinking 有这么几种途径 首先就是我们在综述一个话题的时候 不要就揪着它positive的一面去说 我们还要去看看这个话题 关于它有哪些negative opinions 就是有哪些反对的意见 哪些反对的声音 或者是我们如果去综述某一个现象 不要就去看它的opportunities 还要去看它有哪些potential limitations 去看它有哪些potential risks 还有就是challenges等等 比如说英国脱欧 大家可能看到它都是在短期之内的一些风险 一些坏处 但它长期来看可能对整个国家来说是有好处的 这个就是批判性思维最简单的两种途径 我们一定要把批判性思维也应用到文献综述里边 从头来说就是在找文献的时候 不要就只去找那些说一个事 或者说一个概念好的那些文章 支持它的文章 还要去找一些质疑它的 持反对态度的 因为一个话题 不同的研究者会从不同的角度 以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去做 那他们的结论肯定是有出入的 我们把这些有出的点都要综述进去 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文献综述它会叫综述 就是要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去俯瞰这些以前的发现 不要避讳那些negative opinions 也不要避讳那些说你这个现象的limitation那些文献 然后我觉得文献综述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作用 就是它其实有一个扫盲的作用 我们在写文献综述的时候一定要去设想 这个观众并不仅仅是老是一个人 他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大众 那你想你如果研究的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话题的话 你眼前的这个观众 他很可能这个概念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研究的是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marketing 那可能你的你的这个audience 连social media marketing是什么意思都不懂 所以我们在文献综述要一步一步的解释 你所研究的这个问题是什么 先解释概念概念的定义 然后再去解释这个概念相关有什么理论 不要上来就说理论 这样的观众肯定就一下就懵了 这是文献综述的几个目的 接下来咱们再来简单的聊一聊 文献综述一些写作的原则 我总结了一个文献综述写作plcr原则 再去解释这个概念背后的理论 progressive一定要循序渐进 难度是由浅入深的 那第二个L代表的是logical 我们写文献综述一定要有一个逻辑顺序在 打个比方 如果我们研究的是一个社会现象 或者是社会问题 咱们要先去讲一下这个问题 它可能存在哪些成因 它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再去说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一个problem solution的逻辑顺序 如果我们研究的是某些变量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先去综述causes 那些作为原因的现象有哪些 然后再去综述那些关于结果的现象有哪些 有哪些你就发现去证明它是结果 这就是一个causal effect causal relationship 这么一个逻辑在 有很多同学写的这个文献综述被老师打回来 说很像一个说明书 很像一个背景介绍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逻辑链条清晰的呈现出来 一定要把原因到结果 或者是现象到解释 或者是说问题到解决方式 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呈现出来 不要说我今天看了张三的文章 我把张三写在前面 明天看了李四把李四写在后边 他们两个如果这个逻辑关系倒置了 如果逻辑不能做到自洽 自己都很难说服自己 老师肯定就是会把这个文献综述给你打回来的 然后第三个 PLCR里面的C代表就是critical 也就是刚刚我说的 要把批判性思维融入到写作里边 比如说针对某一个话题有哪些对立的概念 针对某一个话题有哪些平行的概念 这个平行的概念指的就是 比如说针对social media marketing 可能作为消费者 我是这么看它的 作为retailers 作为marketers 我又是这么看待它的 一个概念可能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那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把这些多方面的平行的结论都放在文献综述里面给它展示出来 最后一个 R PLCR里面的R代表的是relevant 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写毕论的同学来说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因为有很多同学在噼里啪啦写完一通文献综述之后 没有去解释 没有去总结一下 我为什么要去选这些人 我为什么要去选某一个理论去综述 老师不是很清楚 你所综述的东西跟你的研究问题在何种程度上是相关的 甚至为什么是相关的 所以我们要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会选这些人 你综述的以上findings将会以何种方式 或者是将会被用于讨论什么话题里面 用于讨论你的哪个假设里面 这就是文献综述里面的relevant 我觉得relevant你不用去长篇大论的去说 在文献综述里面拿出很多段落很多字去说 就是每一个section结束之后 总结一下以上findings将以何种方式 讨论我的研究问题就可以了 这是我总结了一个plcr的原则 写作原则 大家以后在写文献综述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 说完这些抽象的东西 下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具体的实操方面 写文献综述的几个步骤 我觉得一个文献综述写作可以通过四步来完成 第一步是make summaries 第二步是arrange summaries 第三步叫combine summary 而最后一步是add transition sentences和comparative summary 这四步听起来简单 但是背后的准备工作是非常多的 首先第一步make summaries 大家在做总结之前 其实就是需要去搜集很多的文献 搜集文献的这个过程 我相信不用多说 只要是写过论文的同学 应该都有个送文献的经历 怎么去搜文献 抓住你研究问题里边的关键词 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上次我们讲如何去提出研究问题 每个研究问题里边都有research subject 对不对 你的研究对象 我们就抓住这个研究对象 把研究对象进行排列组合 把研究对象和你的limiting factors进行排列组合 然后在数据库里边找文献 这个文献呢 建议大家一定要筛选一下 首先筛选一下时间 现在有很多老师不太喜欢用非常古早的那种文献 比如说20世纪的那种 尽量找一下比较新的20年之内的这种 尤其是如果你研究的是跟一些technology相关的话题 我们肯定是要找越新越好的文献 把文章筛选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读文章 然后去做总结 也就是完成我们的第一步make summary 那读文献对于很多同学来说 又是一个非常头大的事 因为很多empirical studies 那些journal articles都很长 动辄就二三十页 很多同学都觉得没有时间 或者是没有耐心去读完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同学真的时间比较紧 可以去重点看他的abstract 或者是introduction和concurrent 你直接去获取该篇文章 得出什么结论 看一下该篇文章的研究背景 是不是跟你一样 然后他得出什么结论 纵数他 但是如果同学们 还是时间比较充裕的话 我还是建议看全文 这次要看一下他的文献纵数 因为被你选出的文章 研究话题跟你都是一样 那他综数的这些文章 肯定跟我们也是 多多少少有一些关系的嘛 并且我们可以看他的文献纵数 看人家是怎么运用语言的 这个也是很重要 学习下文献纵数的语言 就是第一步make summaries 第二步和第三步arrange summaries 和combine summaries就是应用 咱们刚刚说 plcr里边的这个logical和critical 这些技巧的啊 第二步和第三步 其实不怎么需要你动笔 只需要你去思考 你要去看一下 你在第一步里边 做出的那些 summaries 我们可能看了识篇文章 做出了二三十段 小的 summaries 那他们怎么去组合到一起 他们有哪些 summaries 是讨论同一个话题的 比如他们都在解释 what is social media marketing 或者是都在解释 what is consumer loyalty 那这些讨论同一个话题的 自然要被放到同一个section里 归为同一类 我们在给这个summaries归类的时候 也要注意一下 哪些summaries是讲原因的 或者是哪些summaries是讲问题的 而哪些summaries是讲 effects的 又哪些是讲solution的 因为我们刚刚说 要按照这种problem solution 或者是cause and effect的 逻辑关系的排列到一起嘛 前后顺序要给它列好 这就是我们第二步 第三步需要做的 整理好顺序 而第四步add transition sentences or topic sentences 就是给我们整个文献注入灵魂的一步 为什么有很多同学写文献中数 写的就像说明书写的 像背景介绍一样的 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衔接 从张三到李斯的findings 直接就是according to张三 说完了之后 然后according to李斯就很生硬 我们应该要在中间加一个过渡句 比如说如果这两个作者 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的 那我们在说第二个作者之前 要说一下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另外一个作者补充到怎么样 这样就很自然的过渡过来了 对不对 这种过渡叫做transition sentence 我们把关于同一个话题的文章都综述完了之后 这段要结束了对不对 还要加一个comparative summary 就是要给他们总结一下升华一下 这个总结升华可以联系到 刚刚咱说plcr里边的are relevant 你这个升华如果觉得总结他们以上作者的findings 给他们都总结成一句话太难了 那你就说一下以上的这些findings跟你的研究话题 跟你后面讨论有什么关系 这也算是一种总结 也算是一种插入自己想法的一种做法 对不对 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 刚刚我讲的四部 显现中处的四部 make summaries arrange summaries combine 和add transition sentence 其实它就像一个你自己在造房子 你自己在修墙的一个过程 第一部make summary就像 我要去这个砖场里边去挑一些合适的一些砖 一些石头来搭这个墙体 对不对 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东西 我可能按照大小 按照他们这个形状来给他们累到一起 累这个过程就是我们arrange summary 和combine summary这两部 而最后一部add transition sentences 和comparative summary 就相当于我要在这个石头中间 在这个砖中间加一些水泥之类的 还有在外边再涂一层涂料 让你这个墙更加牢固 很多同学写文先中数都只有前三部 没有第四部 所以他写的这个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这是站不住脚 那你最后你在讨论 你在做findings and discussion的时候 怎么去依托他们去验证你的假设 怎么去得出一个 比较可信度比较高的结论呢 是做不到的对吧 所以最后一部add transition sentences topic sentences 以及comparative summary 是非常重要的 写文先中数 虽然说主要是在中数别人的研究发现 但是一定也有一些自己的思想在 就是你从别人的findings里边 得出了什么结论 他们的结论将会如何被映到 你的讨论里边 OK 这是关于文献综述 我们分享的一些写作技巧 还有一些写作步骤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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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没拍过 你再说一说一下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